地產名人堂 目前你的財政狀況是怎樣呢? 目前的財政狀況是我們資產淨值有470億 470億裡面包括了100億是政府的注資 另外370億就是成立這19年在一個樓市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能儲存下來的370億的盈餘 所以一共有470億 但是接下來 我們每年都要做一個五年的計劃 業務綱領 在我們現在做的五年的業務綱領裡面 我們放進去的項目 我們的總開支 就是我們現在的營運開支 需要超過1000億的資金 我現在手頭上的470億是有300億左右 是一些舊樓來的 就是買回來的舊樓來的 手頭上可以用的資金是大約110億 以一個這樣的財政狀況 未來五年我們要推動一個過千億的五年年務光領 可以看到 往來好像470億有很多錢 是很多錢 對我來說很多錢 但是推動市區更新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真的遠遠不足夠 那你想想 尤其旺角呢 我們在說 那個區呢 如果處理了那個區的那些 厲害 一萬一千多億 一萬一千多億 就是以四百多億去處理的 你要多久能夠處理到呢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 財務規劃呢 應該我們要用一些心機去想想 那財務的情況呢 其實都有一些 不是慢慢緊 都挺緊張的 但是政府又叫你們做一下 一些首治的角色 那這個是不是對你們 政府也給了一個定位的地方 就是又要做一下一些首治 那這樣東西其實就對 我相信對市政局來說 都有少少的壓力 就是在財務上面 不單止少少的 其實我也有拍 我們市政局呢 那個角色呢 就在那條條例說得很清楚的 其實 那條條例呢 以往呢 很多社會人士 就算我們的同事呢 有時候都沒有詳細看過那條條例 那條條例其實呢 要求市政局呢 是從整我們那個 舊區那個土地的規劃 充分運用我們的土地呢 來滿足不同的社會需要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不應該只看私人樓宇 我們其實應該要看其他類型的樓宇 那但是呢 所以變成我們是有兩個層次的 第一個層次呢 就是規劃這個層次 規劃這個層次呢 就是我們可能需要規劃 一些公民房屋的土地 規劃一些是首治的土地等等 和其他土地 那做完規劃之後呢 究竟怎麼去做呢 這個是另一個層次了 就是誰落實了 那我們一直的定位都是 如果是公民房屋的 就是你說是出租房屋 還有一些層次的話呢 我們覺得都應該是給予防衛 防衛會做 那剩下的 基本上是私人樓宇這一邊呢 包括是首治呢 那特首給了我們一個新的任務 要做首治呢 我們覺得呢 我們都可以參與的 那但是參與的程度呢 就要視乎 我們那個財政資源有多大 那譬如舉個例呢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大坑西呢 我們那個會和平民房屋公司合作呢 那這些這樣的項目呢 由於我們收購的成本比較低呢 我們覺得可以利用這些方法呢 去做一些首治 譬如政府它推動一地多用 那就是在這些情況裡面 當我們的成本比較低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可以利用那些機會去做首治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是靠我們收購回來之後 然後做首治的話呢 那對我們的籌政壓力就真的相當大